- 任何一顆心 包括我們全國同胞參與的那顆心的話 只要有心 它就已經是邁向成功非常重要的元素 看台上的 是60年代台灣最出色的短跑好手 飛躍領羊記政 他接下洋傳廣前輩的火炬 代表台灣 奪下我國第一面女子運動員的奧運獎牌 選手生涯寫下無數個在田徑場的記錄 現在跑道上的是400公尺跨欄好手陳傑 他不但是400公尺全國記錄保持者 更是兩屆奧運的選手 同時也是2017世大運 備受期待的國家隊戰力 記錄看著陳傑 也看著田徑場上的驕傲 傳遞到了新的一代 輸到就是這麼做的 就是我在每一場目標都滿明確的 包括在這次的四大運 就是我要突破我個人最佳 那現在第一個首先目標就是 我們要做我們的全國紀錄 能達到全國紀錄這個秒數 我相信很有機會能夠在四大運 拿到獎牌 追求成功絕對是參賽者的一個目標 但是成功者呢他是有特質的 一定要有自信 然後達成目標的野心 這絕對是達標的不二法門 最怕錯的就是失敗 或者是輸 每個人對輸贏的定義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就是贏就是第一名 我對這個定義就可能就是我要 我贏過我自己超越我自己 我覺得我就是贏了 那遇到挫折 我自我勉勵的周佑梅 就是犯棄者永不會勝利 勝利者永不會犯棄 奮鬥了幾個世代之後 當年田徑場上的飛躍羚羊 現在是台北市大運的顧問團召集人 當年在場上拼記錄的鬥志 現在轉換成領導力量 帶領團隊開創台北市大運的新局面 我覺得更期待因為 畢竟有地主 地主的優勢這樣子 輕盆可能好好的都可以來看 所以我就覺得很興奮 2017台北市大運 我們一定要讓台北 跑在世界的最前面 大家加油